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团试炼会暂时关闭 直到关渡之战结束后 才会再次开启 活动的第一天是准备期 玩家可以花换星来试试 左边提升的是伤害增加 右边提升的是伤害减免 第一次是免费的 之后就需要花换星来提升 这边可以一丝一丝的提升个四 五次 日后打守卫也方便些 佛系军团 不打算做任何工程成就的 也可以免费的用完就好 第一天军团长和副团长还可以募军 这个好像是给人数未满的军团使用的 最多可以招募40个人 由于打城池非常需要人手 因此建议要做相关成就的都要招募满军团成员 之后就交由一名管理层去提前决定好佣兵的集火目标 如果不设定集火目标 佣兵就会随机攻击 造成浪费 所以 负责指挥整个活动的那个人很重要 他需要尽早决定行军方向 然后团员只要跟着集火的目标来打就行了 成就当中也有一个是完全不招募援军才能完成的 不过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 关渡之战里头的成就本来就不是一期活动就能全部完成的 只要每次关渡都先决定好路线 几乎一半以上的成就都是可以完成的 第二天活动就会正式开始 军团长或副军团长可以对全团进行鼓舞 好像是可以获得一些增益的 也可以增加团员的进攻次数 记得一定要善用 每个城池的守军都会分为前军 中军 虎臂军和主军四个部分 前三种守军的血量都是400 进攻成功就扣20 失败就扣10 最低20次可以解决一个 如果全都失败就需要40次 主军的血量是4000 进攻成功扣50 失败扣20 干掉一个主军 最低需要80次 最高需要200次 每个人一开始好像会有10次进攻次数 之后每小时会恢复一次 每个人最多可以花换薪购买30次 城池也会分为一级 二级和三级城池 在正常的情况下 守军的人数一级城是20个 二级城22个 三级城23个 关渡之战最难的两个成就是全灭曹操或全灭袁绍 要完成这两个成就 换薪是省不了的 难度最高的是主军 最容易的是前军 所以按自己的战力去挑战能赢的就好 有一种说法 成立守军的数据其实全来自于你自己的军团 于是就有了提前下战力一说 实际上有没有用不知道 如果系统已经提前记录了你最高战力的队伍 那就没有用 反正到时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有一说法是系统的判定是在活动开始前 还有就是某些道路打通后 到时大家就自己去尝试看看吧 反正关键只在于军团战力最高战的那几位 这也是为何第一天需要靠试试来增加一点伤害增加和减免 不然你是有可能会打不过自己的 除了工程 还有每日任务可以做 一共有四个 同样会分等级 等级越高 奖励越好 如果有遇到打不过的任务或嫌弃等级太低的 可以去刷新任务 任务基本上也很简单 就是跑到地图的一个点去对话 再跑到另一个点去打打山贼什么的就可以完成了 目前任务进行的方式已经被优化过 所以速度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陆服最早的那个版本 你要完成这四个日常任务可能都要花费五分钟 因为它是真的从地图的左边慢慢地跑到右边的 有时任务地点分得太散 就会平白地浪费掉很多时间 要知道这个地图可是比世界魔将那个大了十倍 你现在在魔将所看到的移动速度是已经经过优化的了 以前的走路速度是这样的 你可以想象到这样走有多浪费时间了吗 除了日常任务外 每天还需要跑一些剧情 活动的故事背景是你的军团以第三方势力 介入了关渡之战 所以你每天的选择 都会影响关渡之战最终的结局走向 在完成普通剧情后 最后都会有一个投票环节 会对关渡之战的走向产生影响 你可能会需要决定是否与曹操或袁绍结盟 是否要去帮助或支援其中一方等等 你的决定将会影响两个势力城池所获得的增减益 或许也会影响守军人数 间接的影响工程难度 你的决定也会影响关渡的结局 和你最终所能获得的成就 这就是整个关渡之战的玩法了 所以投票很重要 千万不能随便投 投票的最终结果会以全军团的总投票数为准 但军团长、副团长和精英所占的票数比重会比较多 在投票时 团员也可以看到军团长的选择 所以军团长一定要尽早投票给出方向 以免跑歪了 关渡之战会设有几个不同的结局 我们称之为大成就 这些成就每期只能完成一个 所以想收集完全部成就 至少也需要耗费好几个赛季 当中不同的结局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小成就 可以顺道去完成 其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成就 需要你在过程中触发随机事件后才能完成 关渡之战一共准备了25个成就 等待你去挖掘探索 陆幅这边最高的成就可以获得12000换星 想完成所有成就 最快也要11个赛季才行 前提还要一切顺利 完全不能出错 实际要完成所有成就 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为当中有些事件的触发条件 还是有些模糊 需要一些试错成本 其实有目标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已经完成所有成就 你可能就不会再想看到这个活动了 关于成就的获取方式 等整理完毕后会再出一集视频 但还是那句 不可能全对 只是一个大方向 当中的细节 还是需要实际玩过一次 详细记录每次会出现的选项后才能归纳出来的 这点可能还会需要大家的帮助 合力去完成它 最后来说说 对于这个活动的评价 好不好玩的部分 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这点因人而异 大家自己去体验就好 不过策划小胖 好像对这个活动的奖励还蛮有信心的 关渡之战 其实是陆福年代非常久远的一个活动 活动中的日常任务奖励 其实和军团试炼宝箱里能拿得差不多 都是一些已经没什么用了的奖励 顶多只是在可拿的数量上增加了许多 尤其是幻星的部分 幻星对于偏心区的玩家来说 绝对是个非常珍贵的资源 所以半心区的玩家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活动 但对于老区来说 这个最新的活动 奖励只有幻星就真的比较一般了 倒不是说幻星没有用 它可以用来买龙魂 也可以用来买远征招募券和九宫令 尤其是九宫令 你有再多的幻星恐怕也不够用 不过既然策划选择了 让这个远古的活动 以最新活动的姿态出场 那么新活动就要有新活动的样子 适时地给这个活动做一点优化 还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在关度之战中 除了可以拿到幻星 还可以拿到很多功勋 功勋对于老区来说 已经是个完全没用的资源了 既然新活动可以拿到很多功勋 那也可以考虑适时地为功勋商店增加一些可购买的资源 比如随机出一些远古秘宝和军事补给 陆服的军师补给是可以随机获得龙魂史 翠灵星辰 善灵之辰和风物之灵的 陆服的远古秘宝也有上面说的资源 而且还有无双龙魂五选一 不知道策划有没有考虑 也去申请更新更新一下这个福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